大家好,歡迎回來《軍公開密》 今天又有我和陳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些科學和軍武上面的情況 今天我們關注的點是在太空的戰場上 大家看到其實這個世界現在由製陸製海玩到製空 甚至製高點已經是越升越高上去太空 所以很多國家,例如法國、日本、美國 都已經真正有太空軍的成立的存在 就算中國無名刀鳴槍成立太空軍 其實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會盯著太空戰場去做 俄羅斯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的其中一個就是XR-7B XR-7B大家也很清楚美國在太空軍成立 以及在太空遠遠成立之前的XR-7B已經開始執行的任務 其實不驚不覺來到這次 其實都差不多去到它的設計壽命的最後階段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次XR-7B執行的任務 都叫做功德圓滿 接下來是會有XR-7C 還是有其他的新的計劃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這次XR-7B會不會有額外的任務 甚至乎大家都估計 雖然我們都不會有官宣的 但是我們會想它還有什麼的任務是未完成的 還有如果真的去到它的受限的最後一擊的話 會不會有更加的浮誇 更加的神奇 還有更加的大膽的任務會做出來呢? 所以今天我們都會和XR-7B一起去探討一下這些可能性的 開始的時候大家記得幫忙給個like 還有訂閱包括NHK我們軍武器言 還有科學新資我們兩個頻道 我們和陳博士經介紹 陳博士你好 大家好,Larry你好 陳博士我們今天講到XR-7B這件事 哇,真是 你知道我咪後我和你有九萬件事去談 但是我們開始的時候 你怎麼去看這次XR-7B的任務 還有你覺得它這次的任務和往常會不會有些分別呢? 我們一直都和大家有追著這一種 叫做可回收式的小型飛行器 就是我們如果好像我這把年紀那些 小時候就看到那些叫穿梭機時代 但是穿梭機就退役了 就是那種可回收式的這種飛行器 到今時今日我們就是追求那個火箭那些燃料推進器可回收 然後上面的飛行器能不能夠回收呢? 我們就把那些以前舊有的穿梭機概念 做了一個比較小的版本 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中國的神龍號 或者是美國的這架XR-7B 那個外形上就像80年代看到那些穿梭機 但是呢就是一個縮小很多的版本 小到的地步是怎樣呢? 其實就只有10米左右那麼長 然後就幾米那麼寬 他那個枝野自己本身的重量都不是那麼高 所以那個年代他的負載能力都不是那麼高 但是呢我們都很貪他有一個靈活的穿梭能力的 還有他呢如果是可以用飛機的形式下來 還要是不需要有人去駕駛可以自動導航回來呢? 那始終都有他的那個實用價值啦 就是實用價值不是單是說他的太空任務上面 是我們可能他在看就是說 會不會在那個戰略上面都會帶來一些優勢呢? 那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國家 他是想在自己那個的太空實力 軍事實力上面有一個競爭力的話呢 他都會投入這些項目 那所以我們就算說中國、美國、俄國、印度 甚至乎是日本、歐洲 那他們都會做不同版本的這些飛行器 那麼我們之前有講到神龍號 中國的神龍號就是很神秘啊 我們不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 我們只知道他放了幾顆東西在那裡 那麼我們純粹就是做個推測 看看他是會想做到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久了 其實剛剛這個禮拜又輪到美國 又是將他的XR7B這個小型穿梭機 又多飛一轉 然後又是沒有什麼好公佈的 那麼也都講到很神秘的 那麼所以我和Larry在麥克風里面 其實講的最多就是在這裡大家有猜 究竟就是根據我們知道的東西 怎麼才是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推論 究竟這個美國的XR7B 接下來去做什麼任務呢 那麼Larry 要是由你開始想想 我們從哪樣東西開始說呢 嘩 真是多到都不知道哪樣東西開始說 不過大家都知道我們軍武器言 我們最後說什麼呢 那個陰謀都是下去攻擊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陳博士說 其實現在的發展 就不一定是攻擊擺先的 那麼在那個戰略角度擺先 也都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那麼我們就要來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 之前和陳博士也有談過的 就是第一 我們先用一些很想當然的東西 就是你一定是跟太空穿梭很有關係的 那麼其實你現在雖然就做到很細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size 其實跟以往的穿梭機是不是差很遠 那麼所以其實它明顯就不是有實際用途的 現在都是比較科學實驗的用途 就是我們叫這些叫做圓形機 prototype 它只要那個size 它做到它要特定的東西 其實你放大而已 那些東西就沒有問題的 那麼而美國呢 在80年代都做到穿梭機 所以完全是這個呢 是不需要大家擔心的問題 不需要考慮什麼再重的 它一定做到的了 那麼爭取就是說 它做這些任務呢 就是剛才我們講到 它做那些太空穿梭啊 就是做一些運輸機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那些 地球在用的運輸機的任務呢 其實陳博士你覺得 包括在將來民用的那個太空穿梭 甚至乎可能國家之間 去建立一些太空基地啊 或者殖民的那個衛星啊等等呢 其實你覺得這種XR-7B 這種的載體呢 其實它能夠擔當到那個角色有多重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它有一個靈活的運輸能力啦 所以就是貪它可以做到一個比較低成本的運輸 你說是不是純粹拿來 就是放一個衛星上去就行了呢 那麼現在你看到那些 SpaceX那些發射衛星都可以做到很便宜的 那麼你最大的目的是想放一件衛星上去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一個XR-7B 跟你放了上去之後 一個XR-7B又可以飛回來呢 不要忘記哦 XR-7B這一架東西沒有得自己飛上去的 都是要靠其他東西推上去的 所以你問我呢 它在那個實際運輸物件那個 就是那個需要去的程度呢 就有限的 那麼也都因為這樣說 所以我們是不介意把這些可回收式的這些穿梭機 是做得比較小的 它的負載是比較低的 它的負載呢 你可以比較一下 舊有的穿梭機它的負載是以十噸八噸計的 一個小型的太空站部件 它是可以放上去 就是由穿梭機拿上去 但是現在這個XR-7B它的負載量呢 其實幾百公斤而已 很少東西而已 所以你真真正正要找它運輸東西 不是很指揮它的 那麼在美國這次的公佈 就說一些不同不樣的東西 那麼它就說 哦 如果你呢 地面上有一些人是研究一些的 農業啊 生物啊 和植物有關的東西 哦 你想我呢 幫你拿些種子上去 給一些宇宙射線曬一下 然後看看一些宇宙射線 對於我們這些這樣的植物種子 有什麼影響啊 那麼XR-7B幫到你的 那麼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國際太空站 一向有份做的了 那麼XR-7B 我們在以往 美國展示出來的那些試驗 我們看到 它是有一個可以 穩定停留在 太空軌道的能力 而這個軌道就可以是比較低的軌道 也都相信可以是高一點的軌道都可以 那麼如果是國際太空站 它一直是一個比較低軌道的地方 如果是XR-7B它有能力上去 稍為高一點的地方 那麼究竟什麼為之低 什麼為之高 那個數字是多少 那麼我們稍後應該有機會可以說回 那麼另外就是 對於一些物料 那些物料可能是 就是 可能是那些 未來太空需要用到的 是需要它很堅固內用的物料 或者有一些是電子元件 我想測試它在一個高輻射的場景之下 它的耐久能力有多少 噢 它說XR-7B也能幫到你 可以幫你戴上去 放很久 然後曬完之後 還拿回一件東西 讓你慢慢去驗屍地驗 那麼它是做得到 但是呢 你如果問我呢 單單這兩個目的 是不是就可以應酬到 我甚至乎聽眾的需要 這個就是XR-7B的目的呢 那我想 我Larry和郭大的聽眾 應該都未必滿足於這個答案 所以呢 我又不是完全用一個陰謀角度去看 我們儘管由我們以往 XR-7B做過的任務 和它那個實際的潛能 去推薦一下它再會在未來的太空任務 甚至乎是太空軍事任務 會有什麼角色 當然啦 剛才跟陳博士 麥厚談過的了 就是說 以往大家很直想 就是穿梭運輸任務 太空衛星發射的任務 那些 甚至乎我們說到太空軌道攻擊 都會想 但是呢 除了這些之外 陳博士跟我們分享到 一個我們叫做太空的雷蛇 尤其是那個資訊的傳播裡面 這個呢 我想 這個就這樣聽 就不是說不明白的 但是呢 其實裡面那個資訊量很大的 陳博士跟我們說 其實你在太空裡面 做很精準的資訊運輸 尤其是你使用到雷蛇的技術 其實那個難度和整件事呢 就是究竟精確地要怎麼做 這件事和意義在哪裡呢 這裡要講一些背景的事情 也是在剛剛這一兩個星期的消息 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呢 他就不是在說一個 和X-37B有關的事情 而是在說在未來 那個美國的太空總署 和他們的太空軍 將會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合作任務 就是將他們那些太空裡面的通訊 越來越將它那個的頻率提升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你平時那些太空之間那些 這樣的無線電的傳訊 那可能以我們理解 就是用回我們地面上的無線電波 因為那些電磁波都是用光速行進的 在太空裡面它受的干擾 就是更少一些 就是沒有一個大氣的擾動干擾 那就可以傳到很遠 那譬如現在在說一些 我們很久的 1970年代已經射了上去太陽系 就是邊緣的了 已經去到那些這樣的衛星 都還今時今日呢 我們都和它企圖聯絡 那這種比較傳統的 這種雷達通訊模式 就是好像就是我大聲喊 然後你到處嘗試放一些喇叭 看看可以收回多少的訊號 就是說呢 越遠的時候 訊號越微弱的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的訊號能量是浪費了的 因為我要向著一個周圍 一個比較寬的範圍 大的角度去喊 於是就可以駁你 是有一些接收器 可以去把這些訊號抓回來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了 那我們有沒有能夠做到很精準 我喊的時候 就用一個發散很低的一個訊號 就直接去到你的耳那裡呢 那這裡你就很容易想到 用激光通訊 會不會能夠做得到呢 那我就可以毫無浪費地 我只需要瞄準接收器 瞄得夠準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相對比較少的能量 做到一個比較高精確度的傳輸 這個此其一 那當然你就知道 瞄準是不容易的了 就有一個技術問題要克服的了 那另外還需要就是什麼呢 我去說出來的那些東西的頻率要提高 那就可以令到那個訊號的運輸量提高 就是說我每發射一個光的訊號出來的時候 裡面已經有很多的波浪啟動在裡面出現了 那於是每一個波浪啟動就可以幫我帶一顆資訊 那就是說那個我發射出來的那個訊號的頻率提高 最後都能夠令到我可以帶更加更多的資訊去做傳說 那在最近也都測試過就是由月球發射的訊號 就射到我們的地球同步衛星軌道 那美國就曾經做了一個比較大膽的測試 就是說都是用到一些比較高頻率 還有用到一個叫做高瞄準度的一些這樣的運輸技術 其實都在用激光的了 就將那些這樣的 那個激光用的都是一些叫做紅外線激光的 不是不是不是其實都會用到的 會用到差不多紅外線 那就將那些資訊由月亮那裡 射到地球附近的同步衛星軌道那裡 那中間都沒有大氣干擾的 因為你要再下一些 你要向地面那裡才有的大氣包圍著 就能夠做到每秒都可以傳到一擊的 就是這樣的資料 那所以呢 我們就 你可以看到 將來如果月亮有基地 那你想和地面上保持一個 就是比較高質量的傳書 甚至乎你要看高清 那我們能否能夠踏通這個橋樑 將資訊運輸上去呢 所以在月球基地 和地球周圍在軌道上面的衛星 再加上在軌道上面的衛星 和地面怎樣通訊呢 這幾步裡面 都是要博通了 那在這裡就有那個 美國的太空總署 和美國的太空軍合作的地方了 太空總署特別就關顧於 衛星和我們 衛星和衛星之間 以及衛星和月球基地之間的通訊 那麼這部分呢 就是太空總署比較關顧的 但是呢 其實太空總署也都會關顧到 由衛星和地面的通訊 但是這裡同樣也是美國太空軍 它的關切所在 那麼這件事情 我想不需要解釋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說 用到太空軍這樣 太空高度的制高點 你要展現到那個優勢 第一就是那個通訊能力的優勢 是不是 你那個通訊能力 擴展到太空 你這些東西 由太空看到的東西 比人快 也比人漂亮 傳導到地球 那麼你的資訊就快人一步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 最大的競爭 大家可能覺得很悶 都不是說有東西 扔到地球上炸下去 那麼大家又要很實際地想 你在太空 如果你擺一件東西上太空 它是不是有些東西 鳳梨有特別的優勢 可以炸得準 地球炸得 就是 比在地球上發射的東西 那個優勢還不是太明顯的 但是如果在太空層面那裡做觀察通訊 還有甚至乎是 就是有一些跟定位有關的東西 甚至乎你要是有一個更加高的制高點 去監察別人其他在太空上面的通訊 那你會發覺 你建立一個高質量的太空資訊傳輸系統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來的 那你問我是不是一種 一定是攻擊還是防守呢 我就是記攻記守 這個就是後勤的資訊傳輸系統 就需要有這一步在這裏 在這裏來說 那麼 X37B有沒有角色呢? 是不是這些東西可以衛星搞定了呢? 應該就是的 但是現在我們 暫時看到一個挺有趣的資料 X37B其實呢 我們知道它有一個近地圍繞地球 運行的能力 它不止的 它有能力變軌上高一點的軌道 也有相傳就是說 這次美國的這個 X37B最新的這次任務 是會變軌道的 它不會只是滿足於自己 在一個比較低的軌道 而且大家在猜中 它是會上到同步衛星軌道 是的 那這裏就要提到 就是 Larry 你也有展示出一些圖 有些東西就是低一點軌道的 有些東西就是高一點軌道的 如果說國際太空站 和以往這些這樣的可回收式的 這些小型穿梭機的任務 都是在低軌道的 還有一些間諜衛星 它都是在低軌道的 那如果你說上去 那這個距離大約是來地面幾百公里左右 就是屬於低軌道的東西 如果你說到那些GPS系統呢 它就有些在中階軌道 有些就要去到比較高軌道的 那就低軌道 就來地面幾百公里的東西 如果什麼叫高軌道呢 就是比起那個同步衛星軌道 等於或者還要更加高的東西 那那個是說 在地面有六七個地球半徑那麼遠的 那些就為止去到一個高軌道的狀態 那XR-7B是有能力 應該去到這個同步衛星軌道的 所以夾在兩個高軌道和中軌道中間的 那些來地面是幾千公里的那些 或者再高一點 可能去到一兩個地球半徑那些 那些就是中間軌道的東西 那GPS呢 就會有很多的衛星就在中間軌道 那然後也都有幾顆 就是 就是 勁一些的就會在那個同步衛星軌道 就軟一些的 那就是 所以你會發覺呢 只是跟軍事有關的那些東西 是在低中高軌道那裡都會找到油的 那當然 比起高軌道更遠的那些呢 就更加跟這個太空那些任務有關 那你說 對於低軌道那些衛星 那你如果想去維修啊 操作啊 那很多時候你都會派太空人上去整 那所以那些哈佛望遠鏡是低軌道的 那有什麼不妥就派太空人上去整 那但是在那些中軌道高軌道那些 就我們沒試過有人 有太空人去到那些位那裡做漫步 但是你說如果去到載人任務 遠過這些東西的 那有 那些登月任務就去到更加遠了 那但是如果你說在那些 中軌道高軌道的東西 你想有些東西上去搞一下去整一下去的東西 有一些比較靈活的機器 跟你去穿梭幾隻 就是這個範圍呢 那就變得有用了 那所以呢 你有了XR7B這個這樣的 比較靈活的載具呢 可以就是說呢 它首先 最重要的 現在就是說 它不會只是滿足於以往低軌道飛行的狀態 它將會展現探索一下 它可以在這個低中高軌道 這幾個階層之間的穿梭能力 那我想呢 就是美國一定會去挑戰的這個目標來的 舊有的任務裡面 你會想到 它要挑戰的是它的內力 就是說它由擺上去軌道百幾天 三百幾天到後來成九百天 可以繼續安全地飛回來 那些零件是沒事的 繼續不影響它的功能 那這個美國做到的 擺上去兩年幾三年時間 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 對於基本的內力問題 就是它們已經有個信心在那裡了 那接下來就是 就是它那個靈活走位的能力去到哪裏 還有就是去到遠軌道的東西 那些東西又越不耐 因為它受到太陽的強烈射線干擾的程度 又會更加高 你在低軌道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躲在地球背部 去到高軌道的時候 地球幫你那個掩護的能力 又會少了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在低軌道 確保它的內力 就知道它大約在高軌道的時候 也都可以捱到多少 心裡有條數 那然後呢 去到又怎樣呢 可以怎樣用呢 那我自己一個個人的估計就是 跟它能否成功地去幫忙去建立 甚至乎是補到這個遙距空通訊的能力 我覺得XR7B就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無論你的GPS衛星 在中軌道和高軌道有什麼頭暈生氣 或者未來有些其他的同步衛星 是專門幫我去把外面的訊號去接收 或者是對內要做監察的 XR7B會不會有一個能力去幫忙做支援呢 那個支援不是純粹幫你帶件事上去那麼簡單 甚至乎它自己會不會都可以成為 這個這樣的填補去走位呢 就是我有一個天真一點的想法 如果是譬如有些的衛星 是不知道為什麼比較隕石打爛了 或者被人攻擊了 怎麼弄壞了 無端端壞了 你在地面上面再去籌備一個發射 來去填補回去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的時間很久 但是如果講到在軍事層面的需要 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可以預先擺在太空軌道裡面 令到有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以立刻飛去特定位置補位 填補那個功能呢 我也看到XR7B可能有這樣的潛質在這裡 所以我想的東西更加多就是 它在太空上面那個靈活走位 去填補那個後勤能力 就多於它在上面裝作一件武器 去掉下來的那個能力 這個就是我自己一個的估計 是的 還有現在照看 整個任務還很NASA的感覺 還沒有去到太空軍的層面 所以你說軌道攻擊 我想這個大家怎麼都會想的 不過可能其實在科技發展上面 這個可能是最後一塊砌頭 就是當你很多技術上都滿足到 其實就攻擊這些東西就水渡渠成這樣 所以就不用一開始就想 先克服了一些技術難題去做 剛才呢 習博士說了一個位置 就說到在同步軌道 當然那個技術難度會高很多 以往呢 你發射那個衛星它自己埋去 很精確的去到已經是很厲害了 現在還要做到就是 如果這次XR7B可以飛到同步軌道這麼高的位置 都還能夠精確的投送到東西 或者在那裏隨時又變軌去到HEO、MEO 就是不同的軌道呢 我相信都應該是歷史上 是比較困難難做的東西來的 就是不停的去做這些變軌呢 我想就從來都沒有做過 那你說神龍可不可以做到 我想仍然有差距的 所以我相信都有很多的位置去做 但是最後呢 陈博士會和我們總結 其實這件事呢 就算你擺進去太空軍呢 都有一個意義的 就是說其實 它現在在做很多的技術呢 會不會就是 接下來真的在太空戰什麼都好 其實你都要確保一件事 就是那個資訊呢 不會被對方干擾的 例如大家看到我們現代戰爭呢 大家經常聽軍隊都知道 這個資訊的傳播不可以中斷的 就是不會被對方呢 你用網絡的攻擊呢 就令到你呢 失去了那個資訊的溝通 就是包括大家 不同的 command 司令部之間溝通不了 或者你們傳訊的資料呢 就加密的情況之下被人破解了 就是這些呢 就是所有戰爭現在呢 是行最先的 就是資訊的保護 和資訊的溝通 我們經常說電池戰 所以電池戰是先過了所有的戰爭 所以這個呢 是不是太空軍就是要透過X-27B 那它就能夠確保自己 在那個資訊戰上面的優勢啊 或者其他的情況 陳博士你覺得這個位其實 是不是都是來著太空軍 甚至乎各國的太空戰爭裡面 最重要的是X-37B 這次都是想持續到這些情況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你會發現呢 都非常之和這個激光傳輸很有關係的 你不想被人截聽到 當然你可以加密了 你另外就是說 你不要將你的信號立戀 到處去拋出去 那最好就是集中點對點這樣傳送的形式 這個就絕對是為什麼NASA和那個太空軍呢 都是想搞這些這樣的 就是比較高頻率的電磁波 而且最好還要激光這樣去傳送呢 就是為什麼就是要這樣去做 是有它的原因在這裡的 那這裡和X-37B 會不會有關呢 那我自己個人去估計 如果X-37B 它本身甚至乎也都會裝備 可以和外面其他的衛星 或者和其他的基地 是有這個點對點的激光的通訊能力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就會更加合理一些 這些激光的儀器 就是我們接下來需要去更新的 還有就是說呢 你真的去到作戰運用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會有損耗的 那我們就真的很希望有一件靈活的東西 來幫我去攜帶著這些我們最先進的科技 那所以你說如果呢 你問我 比國它的太空軍想建立一種 既是能夠配備到有激光傳輸能力 做到很精準 而且它在戰時那種恢復能力是夠高 而且它是可以在太空層面隨意調配它的資源的話呢 那我覺得有X-37B的參與呢 我就覺得這件事似乎是更加如虎添翼 就是這件事可能就會這樣發生 但是現在的資料就是 我們不清楚X-37B上面去帶到多少這些東西的 但是暫時就是要靈活走位去變軌 就一定是會這樣做的了 那就是這裡都稍微可以比較一下 那你看印度、中國、美國這三個國家 印度就稍微是慢一些了 它就能夠做到 將一些這樣的穿梭飛機 安全上去、安全下來 就是做到第一步 那中國呢 就比印度是照計 應該就是超前很多的 在這個方面 它已經試過不止一次 也都將它可以成功進了軌道 或者在軌道上面 應該是放一些東西上去 這樣 也都應該是有能力 能夠整個任務可以延續 那裡 時間上是做得更加厲害 而且現在看到 美國進一步挑戰它的靈活度 就在不同的軌道之間去穿梭 甚至乎我覺得它想挑戰它的實用程度 這個東西不是純粹是一個運輸載具那麼簡單 它會不會最後能夠帶到一個實際的應用出來呢 那我猜就是 美國現在已經在挑戰這些這樣的目標了 是啊 其實很多都可能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可能大家都經常覺得它是近地軌道等等 它那些的變化 可能現在講的是比較深層 就是那個太空的玩法的時候 甚至乎可能是星際的穿越 這些可能都不是只是普通我們說 對地球等等的軍事的用途 就這麼簡單覆蓋這麼簡單的事情 Anyway XR7B這些神秘任務 就是快來我覺得 陳博士我們好像講神秘學那樣的 沒有 我們無論猜對猜錯 我們都有責任去跟進那些事情 所以我們之後我們都會繼續的 如果有更加多的資料披露 我們軍公開密會跟大家開成報告說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多謝陳博士先 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還有訂閱包括NHK 還有科學新資我們兩個頻道 多多支持 也有很多科普 就是我們講軍務的普及 都是要多謝大家去share我們的節目出街 好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軍公開密 再跟大家去報導更加多新的科技和軍務消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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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